这个超级附加签 玩得也太嗨了吧 他叫陆悠悠 最喜欢的游戏 居然是跟小鲜肉做活称 可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鞋的呀 再一次逼迫crown成员 潜规则时 他却被掐死在了床上 但是故事并没有绝对 而是重新开始了新的特残 面前这个手拿相机的女 就是我 也是crown同的知名战警 我叫云长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重生到了十年 而且莫名成了 这个乌母公主 而且此时的我 正处于陆悠悠 前规则的犯罪现场 对象是谢之飞 我本命爱豆团 crown成员之一 我有些不知所谓 看着眼前湿漉漉的女 我有些担心 这样不会找帽子 身处在陆悠悠身体里 刚想身体上来 这一下蝎皮堆的蝎 他却猛然针开 一把抓住我的手 陆斥了 陆悠悠 你让保镖把我绑来 又把我弄成这样 好玩吗 看到眼前谢之飞发火的样子 我有些吃惊 好可怕 明明像天使一样的之飞 面对陆悠悠 也会表现出这个样子 当年陆悠悠 为了逼迫他们低头 可是用尽了手段 最后逼来了 玉石俱焚的腹铐 看到我迟迟没有说话 谢之飞把脸靠近我 你是不是笃定 你之前提出的条件 我一定会妥协 看到眼前的谢之飞 我的心快 跳到反复我 心想 不是的不是的 不管什么条件都在 咱咱你放心飞啊 谢之飞松开了我 白手说道 算了 我只想确定一件事 如果我不答应你的条件 你是想软禁我 直到我错过 大学报到的时间吗 听到这话 我内心快要炸了 卧槽 陆悠悠这个声音 这么早就下手了 这个事情 我爱斗正式家门变故 还没进娱乐圈的时候 想到我的爱斗 家庭变故 没有收入的悲惨模样 躲在陆悠悠身体里的我 不觉心痛起来 突然 我想到了一个好案 将一张写好的卡托 放到爱斗手里 看到上面 助陆悠悠 生的荒唐 死的窝囊的祝福 谢之飞一时间不知道 说出什么话来 随即 我拍着谢之飞的肩膀说道 之飞小天使 你放心 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你先好好休养 之后你想做什么 我都全力支持 此话一出 谢之飞一个冷笑 休养 你是只让保镖 强行绑我上门 再让你家特助托我一身水 我连忙否认 不是的 我家保镖和特助有点笨 你别误会 我立马叫来 特助拿来吹风机 帮谢之飞 吹干打湿的衣服 可是此时的特助 却在旁边提醒我 按我的吩咐 已经把这个房间的变断 听到此话 我有些尴尬 那就洗得澡 睡衣都已经很烂 没疼想 保镖按照只是谁也断 那吃点感冒药 预防一下总可以打 看到拿出来药 却是特效催情药 我直接崩溃 陆悠悠 你真是一点阳间的事都不做 活该 你最后被我crown的哥哥们 掐死在床上 她是附加千金陆悠悠 因为平时喜欢玩特殊游戏 被小鞭肉是失手掐死 此时的她换了个灵 一次意外 被我crown团的站点云长 重生在了十年前体内 看到我亲爱的爱豆 被陆悠悠折磨 气不打一处来 随即便朝着旁边的两个助理 发起火来 你们两个是陆悠悠的帮凶吗 现在按照我说的走 不然就别怪我 对你们胡作非为 两个助理被吓得瑟瑟发抖 不到一分钟 男助理身上的衣服 全部被我给扒光 我笑嘻嘻地看着谢之飞 拿过助理的衣服 给他披在身上 温柔道 快换上 免得着凉了 随即我又从房间 拿出一打钱来 解释道 虽然没有多数 但是你可以先应急一下 谢之飞看到帝国的衣服 丝毫没有犹豫地收藏 淡淡地说了一句 帝国前的一瞬间 我的手恰好不经意 碰到了谢之飞冰凉的手 心中有些心疼 叔叔阿姨刚车祸去世 他支撑到现在一定很不容 既然有这个机遇 我一定不会玩 之飞小天使 他们重蹈复地 看着谢之飞离去的背景 我暗暗发誓 光芒万丈 随即我轻声叫了一句谢之飞 笑意盈盈地向他保证 他一定会好好的 听到这话 谢之飞有些差异 看着眼前的舞 不禁怀疑死了天使 随后 我来到书房 助理看着眼前 有列出的清单 质疑道 您确定 之飞少爷喜欢荧光棒 娃娃公仔这些东西 我心想 你这是质疑我这么多年 作为铁粉的素养 在这里 我肯定是最了解 之飞小天使的人 谢之飞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脸不敢相信 弹琴被折断了手指 另一个喜欢跳舞 被弄瞎双眼 一切都败给的 风御人所赐 可是眼前的这个 怎么一点都不像 前世被他掐死风御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 又想耍什么新手段 自己绝对不会 给他再伤害 两个弟弟的机会 此时的我 正在为支持谢之飞做准备 却感觉身后有 转身一看 谢之飞正 向我伸过来一只手 我一脸小迷妹的模样 询问道 在找妈妈还还 不是 找我有事吗 听到仔 谢之飞吓了一跳 连忙把手抽回去 说了一句没事 心想 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 不如先多试探 一下这个 看到眼前 我亲爱的爱动不开心 我拉着旁边的助理 一脸担忧 我仔怎么看起来 心情好差啊 你快想办法 助理无语 内心感叹 人家为什么心情不好 你不知道呢 前有家缝变故 后有如狼四五 你敢相信 这个女人居然喜欢上了 自己的亲生哥哥 而且还想爬上哥哥的床 跟哥哥进一步发展 玩太嗨 总会得到暴露 最终被掐死在床上 不知什么原因 我居然重生回到了十年前 这个女海王身上 本以为只有我 一个人是重生者 却没想要掐死他的小鲜肉 谢之飞也穿越了回来 看着谢之飞满脸不消等于 我以为他是担心 自己的大学报道 连忙安慰他 我已经安排好了 不用担心 谢之飞听到我说的话 有些诧异 你愿意让我去报道 我顶起脚尖 上前抚摸着他的头 说道 我不是保证过吗 从今以后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谢之飞立马 甩开我的手 冷笑道 我只想让你给我引 看到我亲爱的爱的心情 还是没有好处 我心中又有个新的想法 陆悠悠这个 画一遍 不花白不花呀 你说呢 随即我便制作 让我宝贝之飞 开心的一万种小妙招 妙招一 给心平滴落的宅宅 把扣 亲手给他准备贴满写真的房间 助理看到眼前的画面 小声敌不起来 只有变态喜欢 自己的房间 是这样的吧 谢之飞一开门 看到房间变成了这样 直接摆出了 一副嫌弃的表情 妙招一 失败 妙招二 给仔仔买买买买 走进商店 衣服整面墙整面墙的 直接包下 我就不信 我的仔仔还不开心 不过刷暴露悠悠的看 我挺开心的 看着自己惊喜挑选的衣服 仔仔穿上直接帅衣 我整个人都要疯狂 可是一天试下 这么多件衣 谢之飞不耐烦了 更加愤怒 妙招二 失败 经过一天的小尿招 谢之飞被我折磨的 他坐在飘窗看着书 此时我向他房间 看出头来 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 他的门子 那个 之飞啊 谢之飞看着书 淡淡地抖了紫 还有事吗 只见我让庸人 推着小车 走一走 小车上摆满的精致小点心 看到蛋糕的那一刻 谢之飞陷入了 因为是出道星星 所以对于甜品管控 非常严格 哪怕小助理偷偷给谢之飞 准备小点心 也会被拿走扔掉 看着自己心爱的甜品 被扔掉 谢之飞只能尴尬地安慰住 自己也没那么喜欢吃甜的 沙拉也挺好的 看到谢之飞并没有吃 其中的原因 我不用猜便知道 随即立马解释 这是自己亲手做的蛋糕 比普通点心的热量低很多 吃了不会胖 听到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谢之飞有些震惊 想想陆幽幽这恶毒的女 如今怎么更换了一个人 不会有毒吧 在我极力顺手下 谢之飞犹豫良久 最终谷足勇气 挖了一小勺 放进嘴里尝了一口 蛋糕香橙的口感 瞬间在嘴里 破散开了 谢之飞心里热开了花 我立马带着期待的目光 询问道 味道怎么样 只见谢之飞有些害羞 捂着嘴唇表示味道还不错 听到满意的回答 我开心地跟助理机长 妙招三 自制小甜品 成功 这个女人应在床上 做游戏玩太害 却被人掐死 而一次意外 我却穿越到十年前的 这个女海王身上 下定决心 要好好守护上辈子 被陆悠悠折磨至残的三等男 也是我最爱的男爱豆 就当我正在为哄男爱豆成功 而心喜时 保镖冲了进来 说道 大少爷来了 我开门一看 陆潮已经在门口 等候多时了 陆潮是陆悠悠 一股一女的机身 八卦瘾 消耗长作 她是温柔又有较量 富二代 是富二代里男的机女 但是身为Prom的死宫 只有我知道她的真面 此人跟陆悠悠 就是一秋之河 前世Prom就有成员 深受其害 这次我绝对不会饶了 陆潮已进屋 就开始讽刺起我 陆悠悠 你真是什么货子 多往家里带 看到面前的这个嗓 我一脸不熟 直接开队 这是我的房子 我想让谁在这 就让谁在这 倒是你 不请自来 还这么嚣张 你以为你是谁 陆潮听到我 一反常态地这么说 也立刻怒吼 别装了 这是你的新手段吗 也以为这样 就能引起我的注意 不吃你这样 要不是听说 你打算转到我们学校 你以为我想看到你 你能不能别再缠着我 听到这会儿 身处在陆悠悠身体里的舞 宛如舞雷轰顶 这是何等狗喜剧 陆悠悠 是变态吗 竟然喜欢自己的哥哥 我直接拿起一拖鞋 甩到他脸上 嘿 你有病吧 谁要跟你一个学校 赶紧带着你的霸道远路 滚出我的快乐心情 看到眼前这一幕的特助与保镖 很是震惊 大小姐走了 平时大少爷过来 他不是都很高兴吗 男保镖立刻回忆 你懂啥 明显大小姐已经疑心别怜了 此时的陆潮 听到我如此的羞辱他 使着我说道 陆悠悠 你最好记住自己说的话 随即摔门去 晚上我拖着陆悠悠的皮脉 躺在床上 自言自语的 没想到这个陆悠悠这么远开 竟然喜欢自己的哥哥 反正我不是陆悠悠 我干嘛要去找不痛快 但是 我突然想起前世Crown的成人 良辰和谭笑 所谓的翻车黑料 不就是来源于 跟陆潮上学的这段日 想到这 我欺不打一处来 要想保护宰宰的 陆悠悠这个 学我就非转不可 住在我隔壁的谢之飞 听到我的尖叫声 心里想着 这个风女人 还是杀掉的好 我是最强男团Crown的死忠 一次意外 竟穿越到十年前海王公主 陆悠悠身上 想起上辈子变态陆悠悠 对我亲爱的男女 在床上折磨的丑事 我发誓 要保护好上辈子 被陆悠悠 欺凌至残的男女 今天我起了个大坏 一通打扮后 在助理的陪屁下 潜入了学校 助理待一旁 小心翼翼地询问我 大小姐 要是被少爷认出来 想到我亲爱的仔仔 良辰和谈笑之前 被欺负的女人 没办法 为了我家小天使呢 已经顾不上被砸脸 特别是我家小天使良辰 上学时 不知道被陆潮这个家 欺负成什么样 才会留下那么多非历史 明明提心了吗 像萨摩叶一样的 人生 我话还没说完 看到眼睛里 我瞬间惊叹 唐天啊 萨摩叶 也有叶王子 陈晨姐 妈妈的好大 怎么会这样 回想起前世 我可是拥有专业素养 与最强占姐称号的真爱 每天奔波在最前线 虽然拍摄过程挤得很瘦 但是拍到了 我最亲爱的男爱的 一切都值了 而且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这次两位少女 甜蜜同框的画面 是真的磕倒了 就在我陶醉感 面前两人的甜蜜 暴击中 无法自拔食 别人的鞋子 就在我即将放在地上的身上 手里抱紧相机 还在祈祷 头可断 血可流 相机不能碎 千万吸皮粉的幸福 都在我手上了 膝盖对不起了 就在我即将摔倒之际 陈陈出手救了我 就连跟着飞出去的鞋子 砸到了她的头发 她也丝毫没在意 还温柔地还准了 你没事吧 需要帮你穿鞋吗 当时的我心跳加速 紧张得不知死错 害羞到满脸通红 鞋子都没拿 转身说了几一事 就立刻跑掉 那天的我 是追星矢上的滑铁卢 踏鞋 丢了一只鞋 还摔倒在艾舟身上 可是 就是这一天 让我知道了梁臣 就是那样一个被陌生人 也很温柔明媚的小天使 虽然搞不懂 现在是怎么回事 但是 让我大为政 这是旁边的男生 看到有人过来 立马拉住了梁臣 算了 有人来了 这是梁臣转身说的 他们欺负你的时候 怎么不说算 听到此话 我心中顿时有答案 就在这次 助理突然叫住了我 大小剑 我突然看到了一个 还没说完 我转头一看 陆潮走了过来 真是怕什么来生 注意看 上一秒还在对着 男主恶狠狠地发誓 自己绝对不会转学 跟他去一个学校 可是为了我心爱的男爱妄 不受欺负 下一秒 我却被啪啪打脸 看到迎面走过来的陆潮 我立马躲到了主助理身后 陆潮看到身后 我鬼鬼祟祟 条装打扮的样子 一眼便认出了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心想 不说话 耳侮辱性更强 双手插腰 朝着陆潮 直接开队 自恋狂 我又不是为了你而来 对你更不感兴趣 陆潮看到了眼前 我极力解释的样子 认为我就是在为自己 找借口 淡淡地回了去 对我的行为不感兴趣 便转身离去 这时陆潮的舔狗 在他耳边逼声 会找 打人的好像是八般的男人 而此时 梁晨手里还提着 被打得面与全黑的闹 看着嘴里发出 诛教的同班头 陆潮冷汗直流 什么东西 好好的人 就被打成猪头了 这时候 陆潮身后的小跟班们 健壮也跟着叽叽喳喳 指着梁晨责备起来 听到这一点 不分青红皂白的评论 梁晨恶狠狠地论着他们 小跟班们 仗着有陆潮身腰 一块指着梁晨说 你 你违反校官 还敢论我们 这处分你是吃定 下面的人说着就是复合 被救的黄头发 矮个人是 健壮立马双手 互助梁晨 大声说道 你们不能这样做 是这群人先欺负 梁晨是看不下去 为了帮我 陆潮难能听进去这样子 无论什么原因 我笑绝不允许 有人用野蛮的手段 解决问题 梁晨 我会把你的名字记下 说完说声离去 黄头发男生 还想继续解释 梁晨拉住了他 对于这些死感的乖乖子 根本什么都不懂 听到梁晨这么说 陆潮停下了嘴 转身说道 看上去对我的绝对 并不服气 梁晨笑道 服气 当然服气 一帮狗眼看人猪的家 连公正都不知道怎么戏 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随即朝着陆潮 竖下手指 反正我们不是一个物种 听到梁晨的羞辱 一旁的田狗们不服了 纷纷说道 太过分了 全骂我们是狗 陆潮走到梁晨面前 气氛瞬间冷到极点 就在这时 一只鞋子飞过来 不偏不已砸在路 朝脸上 陆潮转身一看 此时的我 正带着得意的笑容 嘴里说着不小心 朝着他们走过来 成为拥有众多小鲜肉 在身边的女海王 是一种什么体验 面前这个笑意一鸣的女孩 就是我 一次意外 重生在这个拥有 渣女千听称号的 陆悠悠身上 陆潮抓着我 砸在她脸上的鞋子 本事生气 陆悠悠 你给我解释一下 怎么样的不小心 才会如此精确地 把鞋子扔在脸上 陆潮的小鲜狗 立即拿来毛巾 就擦了 并且仗着陆潮撑腰 开始对我怒斥 大胆 谁啊 连我们会长都感恩 既然问我是谁 我很恶意介绍 别自己 我叫陆悠悠 众人听后 开始对我议论起来 梁晨听到 我是陆潮的妹妹 对我警惕起来 此时陆潮上前 也对我说 陆悠悠 我对你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现状 我一脸不意 哎呀 不能怪我 我的鞋子 有自己的贴族 可能 她比较有正义感了 见不得狗障人士 听到这话 陆潮来了兴趣 一脸坏笑 你们认识吗 我立刻否认 嘴上说着 不认识 心里看着我 亲爱的宝贝 爱斗良辰 早就无比兴奋 陆潮便擦手 边说道 就算再怎么乱来 也要挑一下对象吧 此话一出 我立刻火冒翻账 身边的助理连忙抱着 大小间冷静 这种事让小的上 就在这时 上课铃声响发 陆潮回过头 很自恋地说了一句 陆悠悠 不要再做做理论 企图引起我的主意 这只会让我更讨厌 说吧 扭头就走 看着陆潮流下的背景 我一脸懵闭 对身边小助理说道 这家伙又独自在 演什么大戏呢 你看懂了吗 随即便转身 开始寻找 我刚刚的鞋子 环顾一圈 我发现 鞋子丢在了 良辰面前 这熟悉的画面 跟过去的回忆 又为了 重合在一起 就在我以为又要上了 偶像帮 真爱腿穿鞋的戏码 只见良辰 直接将我的鞋子走 看着我的宝贝爱动 虽然这么做 我真是有火没触发 助理帮我捡回 被踹飞的鞋子 边帮我穿鞋 边安慰我 说大少爷 还是很在乎我 不要让我生气 听到这话 我更是无语 谁在乎那个家伙 说吧 我和助理 便驶向教学楼方向 在路上 我交代助理 让他帮我盯一下良辰 总觉得事情 没那么简单 走到教学楼门口 助理不能陪同我去上学 一脸担忧 我却自信满满 让助理放心 更离谱的事了 她是渣女公主陆悠悠 最大的爱好 是跟小鲜肉 在床上做游戏 最终被人掐死在床上 我是最强男团 Kround的死忠 也是最强重点 一次意外 居然重生在 女海王路悠悠身上 这是我转学的第一点 在班主任的最小时 我被安排到了 靠窗的位置 看着班里 陌生的同学和环境 我瞬间后悔 忽悠地叹了口气 果然貌然总学 还是有点太冲动了 可是当时有关良辰的非量 比起网上各种人论 我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那时候良辰温柔的眼神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正当我看向窗外抹身时 楼下突然躲来两个身影 定睛一看 含笑 而旁边的人是良辰 看着两人同胖的花 我花痴并诱上来 果然竹舞配品唱 就是最等的 两人真的是我心目中的 最强 CP啊 根据我多年的了解 他们俩从学生时代起 关系就非常好 成坎以后更是 团内最强势的CP之一 呜呼 竹马什么的也太好课了 我一脸兴奋 竖起耳朵 想要听清楚两人的对话 没想到 却让我心情 瞬间跌落低 只见良辰钻点悬头 恶狠狠地看着谈笑 你少给我是不知好歹 白痴 听到谈笑指出 自己错误 良辰脸红的 还想继续听下去 此时的我 可没心思再继续听下去 本人路悠悠 资深战解 此时 正遭遇着追星史上 最惨烈的华铁 如果能出本书 想必书名一定是 战节浅谈 爱斗神学识人 设大补 如果我有罪 请用法律制裁来 而不是让我面对 这样的谈笑语 我坐在位置上 绝望的大补 想想自己刚才说的话 谁多么的可笑 真是呵呵 我的一系列主题 立刻吸引 班里同学的故意 开始私底下 对我讨论起来 还说 我是因为喜欢立潮 这个家伙才转学的 同学们 听到如此劲爆的消息 纷纷看向我 可是我根本不在了 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走到我的面前 递过一张纸巾着我 并说道 你别难过了 看着眼前可爱的女孩子 我瞬间觉得 心里暖暖 随即 她又在我耳边说道 我觉得 你不是他们议论的那种 你好呀 我叫卢小鱼 听到这个话 我也解释自己并没有带 心想 陆悠悠的名声 早已滥透 骂得好 只是自己钟爱多年的CP 居然不是心中所想的 真的接受不了 看趴在桌子上的我 还在痛哭流涕 小鱼又想问 我直接说道 这一天的信息量太大 CPU都不够用了 不过 能认识卢小鱼 是今天最开心的事情 随即 我便向她伸出手 你好呀 我叫陆悠悠 我两相试一笑 立刻成了好朋友 她是海王公主陆悠悠 也是害死我 最爱男团的罪魁破手 好巧不巧 一次意外 我竟穿越到这个女海王身上 黄毛看到 谭笑拒绝帮梁臣的画面 随即向梁臣解释 要不我去跟她说 这件事 本着因我而起 听到此话 梁臣一趴夺过 黄毛手中的划板 你怎么老是这样 分明是刘伟明犯底 凭什么成了你的错 而且谈笑那个家伙 这人从小性格就对了 再说 也本来不关她的事 她也没有理由再帮我 随即一脸无所谓的 告诉黄毛 她不在乎主持人 随即便划着划板 黄毛站在隐蔽 长叹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可是我在乎 下午放学铃声响音 学校随即走来一听小动 拦住了黄毛的去 听到纹身男询问梁臣 黄毛是在的浑身发抖 但是善良的黄毛 哪能再留待 四字帮他出手的梁臣啊 任凭纹身男怎么威胁 黄毛愣是一条线索都没说 纹身男健壮 大概是问不出来什么 对着蹲在地上发抖的黄毛说道 很好 你这种行为 我可以理解 你想替他挨打的意思 说吧 直接抬起脚 朝向黄毛的头太子 可没想到 脚还没碰到头上 却被飞来的书包砸到 身边的小店 看到纹身男被打 纷纷关心起 就在他们纳闷 是谁时 我闪亮登场 当然是正义感爆棚的 胡奶奶了 我插腰 对着这群小混混命 这里可是学校 你们也太嚣张了 纹身男看到是我 一个柔弱的小女生 一脸不耐烦 让我少管闲适 赶紧滚 我也不带怕的 上前将黄毛挡在我身后 这个闲事我管定了 怎么办吧 黄毛怕我受欺慕 扯着我的胳膊 让我赶紧走 还解释说这些混混 是他朋友 我听后转身 对他邪门一下 怎么 刚刚不是挺有补气吗 随即 我带着一张好奇的 看向纹身男 大叔 你几岁了 就算穿校服 也不该混得进 我们学校的门卫眼神 不好吗 听到我说这话 旁边的小弟 纷纷竖起食指 让我闭嘴 这可是大哥的雷顶 只见此时的纹身男 攥紧了拳头 轻轻抱紧 看着我气得牙痒痒 见状 我心想完了 本来是想着拖延时间 等着保镖过来 可没想到 玩拖了 得想办法为自己开拖才行 我尴尬地向纹身男解释 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此时的纹身男 根本不想听一句 直接伸出拳头 向我打来 就在这时 黄毛立刻上前 我把护在怀里 打算替我扛下这一拳 看到眼前勇敢的黄毛 让我瞬间对他刮目张开 真没想到 穿越在女海王身上的舞 刚转到爱斗学校 就出现了偶像塔坊事件 正当黄毛抱怀里 帮我抗下一拳 这一危机时刻 纹身男的大腿 突然被身后东西击中 谁听啪的一声 纹身男瞬间在地上 没想到 刘伟明掌子 还挺大 竟然还找了帮手 纹身忘却 说话的人 正是我的爱斗梁辰 一激动我便喊出了 他的名字 听到我的呼唤 梁辰走到了我的面前 冷冷地看着我 你是谁啊 看到爱斗的你 心都跳在了伞子上 想要跟他解释 我们早上也到过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 梁辰看着结结巴巴的 也是充满了疑问 这时躺在地上的纹身 开始对着梁辰骂 竟然偷袭 真是卑鄙 听到这一步 我不乐意了 插腰对着纹身 你们还仗着 人多气准少了 怎么不说卑鄙 纹身男听到此话 立刻站起身来 狠狠地看着我 你这个女人 今天非得给你点 颜色看看 看到他凶狠的表情 我开始紧张起来 不由得向后退了 然而 梁辰直接走过来 把我挡在身后 看着眼前的小混伙 要打架 至少要找准对象是谁 纹身男一脸 瞧不起梁辰的谷 讨讽到 小白脸就平隐 真是不自量 听到此话 梁辰冷笑 随即便松了松胳膊 此时的迷恶 正在专心地读着报纸 突然听到熬的一声 吓得一击零 只见另一边 纹身男 正捂着自己的脸 嗷嗷直哭呢 身边的小弟们 也在一旁坐牌 看到眼前这个简直 赶紧扛起纹身男就跑 我一脸崇拜了 看着眼前的梁辰 感叹 这也太帅了 随即关心了 问到你们是吧 只见梁辰表情 像是要吃人一把 咬着牙转身看下 我吓得不由的 后退了好几步 这脸也太臭了 这时 梁辰拿起地上的滑笔 朝我走过来 在我头上轻轻一瞧 也敢逞英雄 我立马解释 自己只想帮忙而已 可是内心早已愤怒 怎么可以拿滑板 敲本掀你的头 突然梁辰连往前一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梁辰的妹妹吧 为什么要帮我 你跟你哥哥 可真是一样的蠢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用这种愚蠢的手段 只会让你自找麻烦而已 我真的冤枉啊 路幽幽这负面大 不管做什么 都会被打上不怀好意的标签 真是百口莫辩啊 女海王不仅喜欢小心肉 还喜欢上了自己的亲哥哥 为了进一步达到自己的便转学 来到了同一所学校 听到梁辰对我的警告 我真是百口莫辩 但是还是挣扎解释 谁会干那么扯的事情啊 我只是在放学路上 恰好看到这种便灵机一动 将视频录了下来 本来就只是想 拖延一下时间怎么了 谁知道那个家伙 那么容易暴躲 这次只是意外 下次我会更谨慎处理 我话还没说完 梁辰便捏了一下我的脸 却开始敷衍地夸着 嗯嗯 你说得对 真是太沉溺 话音刚落 梁辰突然眼神一亮 对啊 你好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 看着眼前 双眼冒猩猩的梁辰 我脑海里瞬间 想到了今日话 我的爱斗可能是个傻子 现在脱粉还来得及 随即便淡淡说 反正我也不是为了帮你 你就当我 看路朝不顺眼好 能想到如此完美里 恐怕也就只有我了吧 况且这本来就是实话 听到我的回答 梁辰的表情 看起来 有些失落 只淡淡地回复了多少 随即便离去 我站在圆域 一脸开心地看着眼 离开的背影 在路上 黄毛打趣地和梁辰 说道 这个路又有 好像跟传闻中的 不太一样 而且此时 他好像在看着你 梁辰听到黄毛的话 带着疑问转身砍去 发现正如如黄毛所 只见此时的我 头发被微风吹起 还带着一脸微笑 看起来 有些迷人 这时 梁辰突然对我揮了揮手 然后 一脸害羞地过 自我介绍 以后 有事情可以找我 听到梁辰的话 我开心极了 立马回复我会的 此时的梁辰 听到我的回答 已经变得 心跳加速 满脸通红 刚到家 助理便开始喋喋不休的 被我唠叨起来 小姐 这样做太危险了 以后一定要等我到 还可以行动 万一被流氓伤到了 可怎么办 此时的我 哪里还在意这点小事 跟助理说道 我心中自有分寸 这时手机响了 我随即点开 原来是发给梁辰的视频 传送成功 想到今天遇到梁辰 发生的事 内心还是很开心的 我的小天使 没有变 太好了 我的房子还稳稳了 此时的我 开心的快要飞起来 可是却忽略了 手中的手机 还在聊天夜里 手不小心 触碰到了一个 飞稳动态的 直接发送过去 收到表情的梁辰 直接从滑板上摔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表情包 不由地涨红了人 注意看 眼前这个 开心到起飞的女孩 就是陆悠悠 也是穿越在渣女身上的我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手画 将飞吻图片 发送给自己的爱斗良辰 还在原地转圈圈的我 和谢之飞 撞了的满怀 哟 那么好的心情 什么开心的是分享一下 让大家跟着开心一些 看到眼前的谢之飞 我被吓得像榨了毛的 猫咪一样 之飞 你走路怎么都没有声音 吓死人了 随即将手中的手机 放在身后 奇怪 我怎么有种 微妙的心虚感 不应该啊 谢之飞拖着下巴 看着脸甜着我 陷入了情绪 被谢之飞盯着看的我 不知所措 怎么隐隐约约 有种奇怪的危机 这时谢之飞开启了 我只是想说 明天我这要去 学校报到了 可能有一段时间 也不在这里 知道此话 我开心得不得了 疯狂点头 好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心想 我家宅宅终于 能好好上学了 开心 可是谢之飞 看着面前 笑容满命 丝毫没有放下 替之心 认为我还在隐藏什么 第二天 我正在整理着自己的地方 小鱼前来叫我 有优 下节课是体育课 还不走吗 我立刻前去 此时身后的同学 都在议论今天的体育课 好像要考试 而且要考篮球 还是和一般一起 听到此 小鱼一脸担忧 我好害怕体育课 每次我的体育成绩 读很差 这是我连忙握着 自信满满地说道 放心 篮球什么的超级简单 心想 解的前世可是一位 英明神武的运动小能手 体育课简直就是 我的高光时刻呀 小小考试怎么能 难得到我了 就在这时 身后飞来了一只篮球 直接砸在我的地方 我直接啪的一声 摔倒在地 众人看到此时的话 捂住自卫 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此时 趴在地上 想死的心都涌了 小鱼立马跑上前来 有妖 你没事吧 我竟然忘记 我已经不是前世的身体了 陆悠悠 挨手挨脚也就算了 怎么还是个废物 这时 一个身影挡住了我 你是在晒太阳 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知道是谁 眼前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陆潮 我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么丢人的事 偏偏被他看到 怎么又是你 听到我的质问 陆潮一副自恋的表情 这还用问吗 你这个女人 追着我来学校 不就是为了 这一刻 不要装了 唉 我这该死妹 虽说这些话陆潮不不过 但是我很清楚 在陆潮脸上看到了这句话 随即说了一句懒的名 转身离去 真没想到 前世身为一名 运动健将的我 居然重生在了一刻 挨手挨脚的家女公主身上 正当我认为 自己即将迎来高光之际 却被身后的篮头 砸倒在地 刚好这一幕 被陆潮所遇到 对于陆潮这个自恋 我一句话也不想听他多说 站起身了 转身就走 可是刚刚摔倒的我 腿已经受伤 加上刚刚着几点身 更把伤口夹进了 腿直接站不稳 就在即将摔倒之际 不偏不倚 恰好摔淡了 陆潮这个家伙怀抱了 旁边的同学 一口停声地挖啰一句 看到倒在怀里的我 陆潮一脸嫌弃 你就会耍这点 小手断了吗 随即便把我推开 小鱼健壮 立马上天扶住了 我转身对陆潮很高 不是 我真没见过 你这么自恋你 我只是不小心而已 陆潮转过头 一脸厌恶地看着 你就不能让自己 我得有点尊严吗 看到我俩争吵得慌 身边的同学 又开始给我俩的关系 议论起来 居然还说 我被陆潮这家伙爽了 听到这些 子虚无有的议论 坐在堂椅上的 一脸无奈 心想 救命啊 在帮助爱斗 成为偶像之前 我是不是先暗杀了陆潮 旁边的卢小鱼 看到我一样 还以为我是被陆潮当动剧 连忙安慰起来 哟哟别伤心 我帮你去医务室 咬窗口天 等着我 听到此话 我有些无语 猛然抬起头 伤心 我伤心什么 这时 一阵风吹过 树叶落到了 我的脸上 伴随着风吹树叶 发发的声响 我的心情瞬间好多了 面前的景色真是太美 与此同时 耳边传来优美的小提琴声 我便为声望去 心里还有些纳闷 隐隐的 怎么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悄悄趴在窗户口望去 只见一个男人 正在教室 优雅地拉着他提琴 原来是谈笑 听着这动听的音乐 音乐天台 神童光环的谈笑出场 直接成了偶像巨星 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可是却没想到 因为车祸手受了重伤 还陷入了抄袭的风波 面对媒体 各种不真实的人物 最后将它推向死 好在 老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 重生在陆悠悠身上的我 绝对不会让事情再次纯 就在这时 一个画着滑稽妆容的小屁孩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嘴里说 我是偷窥狂 吓得我一个机灵 听到声音 谈笑也看向我 此时的小屁孩对着我又说道 不许偷看Daddy 听到此话 我整个人瞬间震惊 内心早已云本在地 追星高温 当红爱豆 吻婚生子 忠实粉丝当场死亡